大家好,我是友藏! 今年夏天邪門了 我的朋友圈有一半的朋友 都在奧肯納根做酒莊的旅行 我怎麼可以落後? 我現在就是在 Osoyos 的 Fountain Creek 幻影西酒莊 從吳華開車過來大概是五個小時的路程 今天除了非常重要我來這家酒莊打卡之外 還要打卡我身後的位置 是處在一片葡萄園當中的非常漂亮餐廳去品嘗一下美食 預定的是中午12點時間差不多了 現在帶你去餐廳看一看 那這家餐廳是在2021年去年的夏天才開業 那在今年它已經被評選為加拿大前20的新餐廳 那實際上我是有點怕這個餐廳被評為比較高的獎項 因為很多餐廳一旦被評獎之後就人滿為患 再想吃到就特別不容易了 像今天我們預定就非常的周折 最后好不容易在周一中午的時間 才訂到了一個八個人的 Table 現在就可以去餐廳品嘗一下他們獨特的美食了 這邊點餐你點一個兩道就是55塊錢 那如果你是點一個全部的三道就是70塊錢 去配葡萄酒的話 再在那個基礎上加葡萄酒的價格 100塊錢之內你可以吃到非常頂級的食物 一本滿足啊超級的好 現在才可以吃到你的心 我們可以吃到一個月色的 這就很甜蜜的 這就很甜蜜的 我放在一起吃到一個月色 我放在一起吃到一個月色的 所以我放在一起吃一些 我們可以吃到一個月色的 瓶酒是一个加拿大人非常喜欢的夏天生活的方式 比如说还有这么瓶酒的 开着一辆家常的林肯 当趟夜店风一样很奢华的 Luxury 的瓶酒也是有的 就餐的体验非常的完美 他们的瓶酒室在非常优美的瓶酒环境 去体验一下瓶酒环境 走吧 现在是瓶酒的环节 就会拿着酒杯来到葡萄园里边 很生动的过程 好不好 下面的这20个法国的巨大的项目桶 他们是只用来做红酒用的 一年当中其实也只会用到10个礼拜左右的时间而已 现在一个秘密的参观的过程结束了 这一大片景色最好的位置 去做最后这个环节的瓶酒 那边是瓶酒的空间 那边是大城市的广场 看得到了就整个的葡萄园 这个广场最早在酒庄的设计当中开幕的演出 原计划是要邀请Celine Dion 加拿大的国宝级的演员 来这边做纯Live 沉浸式在大自然当中的一个演唱会的表演 这个是因为疫情没能实现 也许今后有机会可以在这看到 更加了不起的世界知名的歌手在这演出 好了 今天的幻野西的酒庄的旅行到这边就结束了 整个夏天进行这么一次 Okanagan 山谷的酒庄的旅行 我觉得应该是今年夏天的一个标配了 来到这边之后安排一些瓶酒 参观酒窖 和欣赏酒庄的风景和艺术品 相信能组成你的完美的2022年的夏天 今天的旅行希望把美酒美景和美的体验 都带给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旅行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